来啊 姑娘 你快看 今天保质林天上的月亮 又圆又白 一点乌云都没有 就像你的脸一样 一点瑕疵都没有 蓝儿姑娘 蓝儿姑娘 干吗 你都约我出来看月亮 这大半夜的 你一句话也不说 我们两个一点都不像 谈情说爱的样子 我也觉得挺干的 我这不都陪你看月亮的吗 有什么好说的 没事 没事 我帮你解开心事吧 你还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来着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在担心师父和安师妹 不对啊 难道你也喜欢师父 林福成 你再胡说八道 我把你推下去啊 别别别 蓝儿姑娘 你别生气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不喜欢才好呢 我 我还担心你会喜欢 蓝儿姑娘你放心 师父不是建议四千的人 他对安姑娘的好 就有点感觉像是亏欠了一样 过意不去嘛 所以才会对他好 你不要放在心上 师母 小姐 你在哪儿呢 你说什么 我说 睡觉去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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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蓝儿姑娘 我是真心想跟你看月亮 女人 戴晓岚 请 机会来了 里边请 里边请 青种先生 朴先生 二位远道前来相助 真是非常感谢啊 青种隆一先生 是日本国的第一高手 尤其擅长空手道和忍术 朴天叶先生 武功在朝鲜是无人能及 尤其是他的颓法 更是出神入化 来 咱们先干上一杯 你们去 孙老板 能否给我们讲讲 我只是想知道 这场擂台赛 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 为我师父报仇 报仇 是这样 王堂主的师父叫安鲍 号称岭南第一高手 是非常仗义的人 可竟然被人暗中下了毒 用恶劣的手段 打倒在擂台之上 遗憾的是 我想为师父报仇 却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就把二位高手请来 让他们知道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种恶行 不会永远得逞的 那个大老人 叫什么名字 铁桥三 师父 你这么乐呵干吗 等等 师父 人家把挑战书都送到咱们门上来了 跟咱没关系 咱们把这事聊聊 说的说的 在保质林呢 我只是一个私塾先生 你是东家 应该你说了算 是吧 不是 师父你今天话有点多 不过咱们以后就这么办 师弟们 刚才师父说的话 你们都听见了吗 以后对大师兄啊 尊重一点 拜嘉林 你就超显摆吧 不怕大风啊 扇你的舌头 不怕 我牙口好 风再大 我也能给他摇两节 你来 你来 大师兄 说正事 我慢慢跟你们讲啊 别打仗 别打仗 师父 这封挑战书 是人家亲自送上门来的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没有挑事 对不对 所以你能忍 我忍不了 要打也可以 但是要弄明白 为什么打 跟谁打 怎么打 怎么打个架 那么麻烦呢 就像上次六大门派 来挑衅一样 也不知道 是收了谁的钱 还是听了谁的秘 来污蔑我们 就想毁了我们的形象 让我们在武林中 输更多的敌 我说呢 师父平日 也不常出户 怎么老是有人 诬陷师父 说师父坏话呢 这就是个陷阱 我跟他打 不管是赢还是输 就是中了他们的圈头 那师父 照你们这么说 我接这个挑战书 是不是有点鲁莽了 不光是鲁莽 是太鲁莽了 人家是日本空手道高手 还有朝鲜武术高手 你说我要是 不接这个的话 保之林的面子往哪放啊 我中华 我中华民族的面子 往哪放啊 是吧 他侮辱我一个人无所谓 他侮辱我中华 武术就不行 谢谢啊 有道理吧 这样吧 你好人做道理 你替师父打 我看合适 我看合适 对啊 大师兄 你看啊 一打赢了 那是为保之林争光 去去去去 打输得也没事 你就自焚谢罪吧 去去去 起码也不如你 大师兄的名号啊 是不是 别说 师父 这时候你帮我说句话呀 你别站着摸不吭声了 你挖了一个坑 拿我当枪使 把我往里推呢 哦 我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刚刚不拦着我 去外面接这个挑战书了 你都算计好了 对不对 师父 你年纪不大 你心眼忒多了你 干什么呀 怎么说话呢 你这不干嘛 你胡说八道 师父这叫什么 老奸俱华这叫 你 你比我好不动 师父 要不老奸俱华 能当你拜嘉林的师父啊 就算能当你拜嘉林的师父 能当我们杨成四怪的师父吗 即便能当我们杨成四怪的师父 他能当 人家安姑娘的师父吗 我听这意思好像 我还不如你们是吧 终于开窍了 你气死我了 师父 我去就是了 我去就是了 行 那我给你买花圈 我连我来行 我负责点火 你去买花圈 我来行 我认真好 买花圈 买花圈 师父 买花圈 师父 买花圈 那排位不是放在中间吗 一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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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乡亲父老 武林同道 在下汇丰堂堂主王彪 恩师安报人称岭南第一高手 为人行侠仗义 扶弱济贫 可不久前在擂台上 却被铁桥三用诡计打成重伤驾鹤唏嘘 恩师生前朋友变天下 一些外国友人听说恩师遇害 无不义愤填膺 是要杀死铁桥三 为我师父报仇 光说不烈算什么好汉 是罗子是马拉住人溜溜 少废话 还是赶紧动手吧 打 打 打呀 打 打打 打 各位稍安勿躁 好戏马上开场 容在下 给各位介绍了两位国外来的武术家 这位 日本国的武术家 清肿隆一 这位是朝鲜的武士 飘天野 铁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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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相亲 给我相亲 铁桥三 怕死的铁桥三 已经吓得躲起来了 今天代表他出战的 是他的大弟子林浮成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来吧 来吧 三哥 你还有心思在这儿喝茶 我哪是在喝茶呀 我是看阿诚刚做好的养缘一甚酒 听说对妖西酸软有不错的功效 那你就只顾这个 其他人都不管了 谁借的占帖 谁负责 你一点都不担心呢 我担心什么 担心这个大弟子 坏了保之灵的名声啊 老板好 林公子 您来了 您的衣服得了 谢谢老板 多少钱啊 二两银子 快 快 快走了 快去看看泪坛大战 快走了快走了 老板 什么事情这么热呢 今天是中日朝大战 打泪坛可有意思了 中日朝大战 对 林公子 有时间您去瞅瞅 长长见识 开眼见 谢谢老板 林公子 您慢走啊 死啊 死啊 见死啊 见死啊 双方都已经签订了生死状 如果某一方得到了兵器 就可以杀死对方 多谢 既然敢接 我就敢打 还有 对付这种无名小卒 也用不着我师父出手 来吧 大雅 休息了 打雅 大雅 打雅 打雅 哎呀 休息了 告辟 大雅 你 七 masterpiece 一要 七 你 那个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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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少爷好样的 少爷好样的 少爷最厉害的 少爷最棒了 少爷 是我们的少爷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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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少爷 兄妹 尸尖 是 师妹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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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匡 打 打呀 打 打呀 打 你就是铁桥酸 正式在想 这个梁匡还好活着 铁桥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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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徒弟已经输了 现在轮到 你和我们打了 你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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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们已经打了一场 我不想趁人之危 我们还能打 就当我认输吧 师父 师父 我都这么做 你看我都被他们打成这样了 你不打了 师父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铁锹三 难道你想当缩头乌龟吗 打着呀 师父 你们不走 我走 师父 你 师父 师父 不找不过 什么事 慢点 慢点 师妹 你什么时候回家 报完仇我自然会回去 你说什么 铁锹三就是梁坤 是 大人 当梁坤一上台的时候 看见所有人都喊得铁锹三 你当真没有看左眼吗 是 梁坤的身形势比之前要壮硕了些 皮肤也有黑了些 不过他的脸却是一点都没变 梁坤既然人在广州名气又这么大 孙腾 孙腾教他不可能不知道 他竟然敢不告诉我这件事情 这个孙老贼心里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别笑了 别笑了 大师 大师兄 今天这个潮雪神手真的很厉害 何止是厉害啊 他不仅腿一脚厉害 他的拳也是招招夺命 都是狠招 来 换一个 尝尝 今天幸亏小时没出手了 要不然咱们买这花圈呢 碗莲 鞭炮 那可全用上了 浪费就浪费吧 不不 鞭炮不浪费 过年事还能用 是 你们几个好意思啊 谢谢二水 我 我在擂台上被人打成这个呀 你们在下面看热的 要不是人家安师妹 我估计我都惨了 真是 是 慢点 慢点 大师兄 我看您光喝一杯 这个去风通落酒不管用 你把这一瓶都给喝了吧 喝了 这你不等了吧 这去风通落酒 是我们保质林祖传秘方 而且一杯就够了 为什么呢 它的功效就是输筋活络 去风散寒 而且是一气补血 你看我本来就没有缺血 所以我一杯就够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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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过酒了 我还在担心你呢 我就知道师父是最关心我的 你可别会作意啊 我是看你受伤了 不想责怪你 阿成啊 你要从中吸取教训 以后啊 不要再轻易接别人的战帖了 师父 你看我都被人打成这鸟样了 我就知道我缺乏经验 根本就是才输血广 师父 你放心 等我上养好了之后啊 我会乖乖在保质人练功的 我哪儿也不去了 收益好点了 师父 还有一事弟子不解 何事不解 这场比武 分明就是冲着您来的 您为什么不打 对呀 师父 你这不打摆明就是认输了吗 我们中国之武艺尚在止歌 而日本人的武艺 是用来杀人的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而我们保志林 一向注重我们传统的武术 强调习武强身健体 而非跟其他人 拼个你死我活 阿成 你心知肚明 如果今天不是你安师妹出手 恐怕你在擂台 师父 安师妹虽说是出手相助了 但我觉得她还是不大的医秘啊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可以翻篇了 不要浪费时间在 这些无谓的事情上了 无谓 师父 你看 我打完之后 还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不是正好可以提升监验吗 阿成 难道你从中还没有吸取到教训吗 难道你还要逼我 再下一条规矩 如果有谁再私自接战帖的话 逐出师门吗 师父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刚刚就是开玩笑 我着急嘛 对了 你拿一点齐身冲草酒 给你安师妹补一下血气 他今天在擂台 我看也够巧 我知道了 师父 师父慢走啊 看见没有啊 师父对师妹还是最关心的 就着安师妹 什么时候才能领师父的情啊 师父明明是对我对好了 EN S S M M 来 都不伤心 那么長乖 来吧 这 好 是呀 怎么可以 我捡大家对 怎么可能会 到时候呢 对呀 真是 乔宁 实在对不起 对不起 大家受惊了 今晚满庭坊的这个 每桌的茶点全免了 我 胡长青 在这儿向大家致歉了 致歉 大家包涵包涵 多多包涵包涵 人嫂妻 走 走 走 来 人嫂妻 师妹 走你 师妹 你今天救了我 我还没有跟你说谢谢呢 我听师父说 你救我的时候 费了很多的元气 我给你准备了 我们保质林的 七身冲草酒给你补补 不用了 一点小事不足挂齿 也是啊 其实我知道 我第一次上汇丰堂 跟你比武招亲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对我 挺有好感的 眼下 你跟师父的关系 都已经成这样了 而且你又打不过他 估计也没得救了 不如 你到我林家来当大媳妇 我保证 不如好好练功吧你 语气在这里碎嘴 嗯 不如好好练功吧你 嗯 嗯 嗯 师妹 哎 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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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知道你手脚会犯冰凉的毛病吗 哎呦 我就是忍着自己的腿痛 过来给你送一份 齐身冲草酒 给你补补补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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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天吧 我先扶你回房休息吧 好吧 哎 走吧 来儿姑娘 你对我太好了 这月亮能代表我的心 我跟你说啊 嗯 这月亮 好 我知道了啊 哎 哎 你想插我台是不是 瞧老板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你别生气啊 好 你不是故意的 那你让我相信啊 我 你说呀 你说呀 不要 不要 这世上 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笨的人 你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吗 你想说就说 你不想说 也没人逼你 哎 只是凌江 这眼前的难未必是难 你如果不把眼前的难解决掉 那么以后接踵而至的难 你又怎么去面对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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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老板 您里边请 哪大人 这么晚了 您把我叫来 有何贵干哪 孙老板 我本以为寻找的佛光词谱 是咱们两个心中共同的默契 哦 我明白了 您是为梁坤的事 在生我的气 没错 你早就知道铁桥三就是梁坤 而且就在广州 为什么不主动告诉我 那 敢问那大人 七仪泰的下落 这些还不过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你不需要过问 既然如此 那梁坤的消息 我为什么非要告诉那大人呢 我是跟大人说笑呢 自打江灵儿离开了那府 又没有回佛山 一点影都没有啊 就连您神通广大的那大人 都没有找到他的下落 您说要是在这个时候 我把梁坤的消息再告诉您 您一气之下 再带人把他给拿了 到那个时候 这江灵儿 恐怕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所以您所说的是 梁坤现在在广州武术界 那是赫赫有名的大侠呀 只要这比武的擂台赛 一直这样举办下去 不管江灵儿在什么地方 他迟早会知道铁桥三就是梁坤 他一旦知道了这个事 他必定会去找梁坤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将其二人一起拿下 佛光瓷谱配方 不都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吗 恐怕是孙老板自己的囊中之物啊 这不都告诉您了吗 孙老板你想跟我斗 否则这么大的计划 你怎么从来都没有跟我提起过呢 那大人 您太会跟我说笑了 您可是广东暗茶时啊 朝廷命官 那我呢 也就是个小小的航商 我哪有资格跟大人您斗啊 实话说 我呢 不过就是担心我自己 后半辈子的安全 我这点心愿 还望那大人您成全 师父 这套拳虽然以披挂掌为基础 但是多了一些技巧 多了一点灵动 不错 这套长法的特点 就是变幻精妙 阴柔远转 绵绵不绝 虽然威猛不足 但是多了一些灵动 你能误到这些 就已经很不错了 要是继续练下去 假以时日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我一定会勤加练习 正去早日打败你 师父 你是不是又给安师妹开小灶了 都说了一视同仁的 你这样我可不地道啊 别乱说 你就照着刚才我说的几点练 好 师父 你刚才教安师妹的是什么拳啊 安姑娘练的是批挂掌 批挂掌啊 你教他们安家祖传的批挂掌 你会啊 你教我吧 这套掌法 我不能交给你们 我交给安姑娘的 就是基本的套路和心法 以后 还要和她自己好好练习才是 我也不会练她 不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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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问你 什么事啊 你会不会安家祖传的批挂掌 都说是安家祖传的了 我怎么可能会啊 也是啊 你说师父的脑袋是不是进水了 竟然教安师妹他们家祖传的批挂掌 你脑子才进水了呢 师父想怎么教就怎么教 你管那么多干吗 没有理由啊 你想一想 当初师父用公字扶虎权 打败了安城主是吧 可眼下 他却又教安师妹他们家祖传的批挂掌 我就在想啊 是不是 批挂掌 真的比咱们的公字扶虎权还要厉害 你真是个画廊 我点衣服去 等等等等 又怎么了 你跟师父在一起的日子这么久了 你帮我分析分析 分析什么分析啊 师父让你找小姐 你找了吗 还在找 那还不赶紧继续找 老姑娘 其实我今天找你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什么事 今天晚上越来越不错 我要你一块赏月吧 赏你个头 赏你个头也好啊 你看 你还有 那是 你 小人 小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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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脸 好好练 安师妹 你愿意跟师兄们交流了 对不对 来 来来来 你 你在这儿 我们一块儿呢 少望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看你打得有气无力 还差个一招办事的 就你这两下子 还想出去比武 差点把我们保质 连那脸都丢光了 是 不知道你什么脾气啊 换的是我 我得不聊 没事 但心里有我这个当师兄的 就够了 雷哥 梁坤 军医大师 我刚摘了果子 吃一个吧 吃了就变聪明了嘛 你嫌我笨 你嫌我笨 当然了 省的军医大师 一个道理 说那么多遍你都听不懂 我得不见 我得不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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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也爱过 你要怎么去做 我得不思议 你不不思议 我得不思议 有些不思议 你一定会不会 让我作为你 我得不思议 你不思议 你以为我 那就不妨直说吧 今天我看见安姑娘跟阿诚 在讨论武功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师兄弟之间 就应该互相帮助 师父不必多礼 安姑娘 师父 你是还有什么事情 想跟我说吗 我们之间 就一定要这么陌生吗 就不能像之前 在能人寺的时候一样吗 能人寺的时候就别说了 现在你是师父 我是徒弟 本来就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 有点 我该如何遇见 但愿 爱与奢望 来世甘愿作弊 为证明你我曾爱过 爹 我到底应不应该相信铁脚散 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 是吗 是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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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走走走看去啊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都搭起来了 优教掌 你不做生意是哪儿去啊 青种龙一哥往往这儿连去了 估计又找铁锹三比武去了 走 快去看看吧 走 这个铁锹三是谁啊 这您都不知道 铁锹三咱广州第一 青种龙一是日本第一 您慢用着 我去看看 您慢用啊 五少爷 大人 打他 打死他 打死他 今日起来 是为了完成 上回没有打完的决斗 我本无异于你相抖 还请先生回去吧 铁锹三 今天如果你不跟我 同快地打一场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我师父都说了 不想跟你决斗 你没听见吗 那就先拿你 惹惹身了 就凭你 还不够资格跟我师父打 原来是这阴的臭徒弟凉困 你终于肯出手了 不如我们换一种比赛的方式 如何 不如我们换一种比赛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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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们换一种比赛的风格 我们换下什么 我们换下什么 我换下什么 card 对 我却 我